眼下国内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是一片春意了 但是位于吉林东南部的长白山却依然是冰雪连绵 14号数百位中外滑雪爱好者在长白山原始山林当中体验了极限滑雪的乐趣 每年的2到4月是长白山区降雪量最大的世界 位于西坡的滑雪公园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开放式天然滑雪场 近年来极限滑雪运动在中国悄然兴起 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者开始尝试风筝滑雪 单板跳台等高难度的极限项目 乘坐雪地摩托到达半山腰或顶峰 一路从陡坡飞驰而下 这对滑雪者的技巧和身体素质都有较高要求 追求挑战嘛 对 挑战自我嘛 比如说可以跳起来呢 做点动作 来个360啦 刺激冒险 追求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吧 长白山野外滑雪将持续到5月份 反季节滑雪资源不仅满足了国内数量不断增加的滑雪爱好者的需求 也为景区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成为春季滑雪旅游的新时尚 成为春季滑雪旅游的新时尚 成为春季滑雪旅游的新时尚